第11题 反应是2甲加3以传生成2丙加丁 其中甲的分子量为20 乙的分子量为15 丙的分子量为30 则丁的分子量为多少 这题我们需要用掉所谓的质量守恒 反应前总质量等于反应后总质量 而我们这边的均衡系数 平衡系数23这些代表的就是末数 而末数要变成所谓的质量 必须要乘以所谓的原质量或分质量 所以根据这样的想法我们知道 我们前面的2甲就是有两末的甲 他的分子量是20 然后呢我们有三末的乙 我们的分子量是15 所以我们这样加起来呢就是 40加上45 就是85就是反应前的总质量是85公克 那我们现在有两末的比 两末比这边的 分子量30所以他就60 所以呢85减60就是剩下25公克 所以呢 丁就是25公克 而这里面呢丁的系数是1 1省略不写 表示1末的丁就是25公克 就表示我们丁的分子量是25 所以第11题问我们说 则丁的分子量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C 25 8 5 5 9 3